上个世纪,我国是武器购买大国,因为我国的先进武器很少,技术缺乏,所以,在很多军工产品的技术水平,还是和西方有很大的差距,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引进先进武器来发展军工艺,但是美俄两国对我国实行了武器封锁,不允许任何国家卖武器给我们。 但却有这样一个国家,因为经济困难,急需出售武器装备来维持国内经济的发展,就算是面对美俄这样超级大国的威胁,还是和我国暗地里达成了协议,偷偷地将大量的武器装备和技术偷偷地卖给了中国。 其中最典型就是现在梁宁号的全身,宝梁格号,这个国家就是乌克兰,但是也不是我们想要什么人家就能卖什么。 就像我们也缠了雪酒,就算出嫁一个一乌克兰都没能买到的乌克兰号巡洋舰。 乌克兰号导弹巡洋舰1984年开工,1990年能够服航,完成96%后停工。 它是1998年一具农标级罗伯夫海军上架号导弹巡洋舰改名的而来。 强大的攻击才能使其享有航母杀手的驾驭,最初由乌克兰和俄国共同建造。 但是由于苏联解体导致乌克兰号的建造已经完成96%的情况下,你就被破终止了。 当时我活抓住了机会,向乌克兰出价以1美金购买。 经济窘迫的乌克兰当然先动不移,但是后来由于美俄两国的干涉, 交易最后没能成功,因为两国都不希望中国拥有这样简进的巡洋舰, 认为一旦中国购买并完成了建造,会对两国造成极大的威胁。 如今乌克兰非常后悔莫及, 据媒体报道,乌克兰总统于今年3月签署了法令, 将对这艘超过20年的乌克兰号巡洋舰进行拆解处理。 拆解后的乌克兰号巡洋舰只能当作被铁费500万美元的价格处理掉。 如果当时能卖给中国,乌克兰不仅会得到一道笔资金, 或许我活现在的主力战舰就是乌克兰号巡洋舰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TT News & XYZ或许更多相关资讯。 明镜 consider有生意义的资金处理家、 乌克兰520万美元。 sarсл堡一达 Member、